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今天我想拍一條生日更新的影片 因為回顧我之前講關於我自己的 關於我的生活的事情 都講的是2021年的事 還有我去年好像有出一些影片 我是香港的時候的影片 但好像沒有講一些我的生活的影片 所以想坐定跟你們分享我這幾年發生了什麼事 那些事情我都寫下了一些項目 首先講一下我的枯牙 為什麼我有在枯牙呢 其實我的枯牙也很齊 為什麼我要在枯牙呢 因為我的智慧齒的問題 我的下枯牙的問題 因為我有兩隻智慧齒 就是下枯牙 我左邊這一隻生歪了 所以頂到下枯牙歪了 還有看我的影片 也可以看到我的下枯牙有點不齊 但不是很嚴重的 但有一點是 為什麼我現在 雖然不是很嚴重 但為什麼會去枯牙呢 因為如果持續下去的話 有機會 因為始終是生歪了 所以有一個隙起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食物殘渣在隙起來 可能在那裡 如果真的清潔得不好的話 有機會會令到蛈牙的 還有長遠下去 其實我之前第一次枯牙的牙醫 都叫我要處理 要麼可以剝了牙 或者是保持牙 但就是要枯牙 我記得他當時說維持牙齒 然後再維持 但他其實已經退休了 我在香港維持的第一次 我現在在美國這裡維持 是美國醫生 暫時我現在是四個月左右 差不多五個月 我去過診所四次 一個月要回去一次 可能整失牙齒 還有轉橡筋顏色 我現在差不多五個月 我也看到有明顯的改善 就是我下棚牙齊了 不知道你們會否發現 可能你們不會發現 因為始終我笑的時候 你們也未必看到 因為我上棚牙是沒問題的 另一個消息就是 我訂了婚了 看到嗎 可能有點遠 而且我現在在我的客房 因為我還沒找到哪個位置去拍片 而且我搬了很多的更新 我又搬了屋 而且我不知道這裡 是否有一個好的地方去拍片 因為這一間房是最好光的地方 但你看到現在太陽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哪個角度好 所以我就找光射著我 但背景好像沒有東西 這裡是一塊鏡子 有一個門在這裡 這裡的桌子 前面是一張床 然後我有一些燙衣服的東西在旁邊 但我現在還在找一個位置去拍片 但暫時在這裡拍著 先說回來 我訂了婚 如果有追蹤我的Instagram的朋友 看到我11月的時候訂了婚 然後是Halvee 我們是一年多前認識的 我回了香港之後 再回來美國 我回了香港三個月 然後回來美國的時候 在哈佛同學會 每一些網絡的活動都認識的 然後就是LA這裡 我們的婚禮就是六月底 六月底 也差不多了 現在是四月底差不多 五月了 我最近在忙什麼 就是處理婚禮的事情 但其實已經完成了七七八八 只要到一個月兩個星期前 可能確認一些事情 但其實大致上所有的事情 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還有 其實我回看上一條影片 因為上一條影片 是說我快要畢業了 那些 我沒有再 已經得到業了 我現在沒有 沒有學校 不用再上學 那些 已經完成了學業 然後2022年 沒記錯我去了 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其實我一條影片有拍到影片 但還沒剪 還沒出 如果你們有興趣看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還有我沒有讀書的時候 我還做什麼呢 我打過兩份工作 幫人打工 然後另一邊的箱 我還在管理我 Luxury Fashion Rentals 的行業 壞消息就是 我的狗狗Jr 他過了身 然後他 其實一開始養牠的時候 他已經 經常有些問題 可能是鼻孔癌 那些 經常有些 有對雞敏感 很多小事 經常都要看醫生 又沒有去到 藥煲的 總之比較多 病痛一點 然後 他已經過了身 然後 當時 是不是那些叫安安樂死 因為那時候他不吃東西 很瘦 骨瘦如柴 餵牠也不吃 水也不喝 所以變得很瘦 後來 瘦醫說 瘦醫醫生會想 熬得多久 但我也做了研究 醫生也有說 如果放在氧氣罩 在氧氣罩的時候 可能只有幾個月 命 已經一段時間 所以 Prince還在 Prince在樓下 和Havi 因為他們很 Prince很喜歡 很癡人 我拍片 我現在在這間客房 我不想 我未必能給他那麼多注意 所以他在下面 不過Prince也很健康 今年十一歲 Prince Junior 應該是十二歲 今年 但我也覺得 當時很傷心 但之後 覺得他寧願痛苦 為什麼不想他痛苦 就算放在氧氣箱 那些 做完所有事情 只有幾個月 寧願不太辛苦 因為其實他也不吃東西 又不開心 剛才提及過 我回了香港三個月 我很久沒有回香港 一回就回了三個月 我是年尾時候回的 過了Thanksgiving 聖誕節 和新年 農曆新年 挺好玩 每天出街 每天都有拍片 但沒有出光 只是出了四五條片 哈哈哈哈 後來沒有了一回事 真是沒有意思 大家 因為後來回美國 也比較忙 回香港之前 如果你有追蹤IG 都會知道我是雪崙的 然後 當時我還沒認識Helvey 我就想 唉 可能我這輩子 未必找到我的另一半 然後我就去 可能去雪崙 如果真的 希望我 如果遲些 為什麼呢 對愛情方面 當時非常絕望 非常絕望 所以去了雪崙 我雪崙的時候 其實要做一連串的抽血 而且我也發現到 我的伸直能力比較低 可能關於我偏瘦的原因 而且我很難吸收營養 因為我也有染過血 有染到我會比較難吸收 別人所說的吃極不胖 其實是一個病 然後我有這個基因 所以對生小朋友 真的比較難 所以我當時抽卵 我只抽到四顆 還是五顆 是一個很驚喜 因為我這個年齡 應該抽到十幾顆 但我只有單位數字 回到香港三個月 再過了不久 我就認識了Helvey 然後我們 其實很多事情都發展得很快 可能我自己 可能大過了 又清楚自己 喜歡什麼 或者需要什麼 那些 然後我們整件事都發展得很順利 所以六月底 我們就結婚 然後看看我再說了什麼 我在香港三個月的其中 我做了微燒教師 所以我現在看到 鏡頭很清楚 因為我以前完全是 看不到的 真的盲 以前有沒有去到盲 但晚上我要戴眼鏡 因為我又不是沒有散光 但比較難看 而且以前我沒有可能看到我現在的樣子 我看到光 我看到到這裡 我看到 完全 然後非常開心 我跟醫生做微燒教師 是清晰 我也會放一些資料在下面 而且也可以看我其中一段影片 我也有拍攝過過程 現在已經超過一年了 已經做了 我是去年初去做的 對 2023年初去做 現在是2024年 差不多5月 現在是4月 4月28日 現在 非常方便 做完之後 我現在看東西很清晰 有時候我會覺得很 以前還沒做之前 我會覺得好像很累很難睡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的眼睛看不到東西 所以覺得好像很睏 整天做完之後 真的很開心 完全是一個明智的抉擇 而且如果你們也有這些問題 很建議你們去做微燒教師 但一件事我聽說 因為我的度數不是很深的 比較淺一點 可以做到微燒 如果你們深一點到數 可能要考慮 可能好像是LASIK 其他那些 不過我也不太清楚 不過想更新 我做了微燒教師 另外 又是另一個大消息 對 我發現了很多大消息 這段影片 其實正在穿睡褲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搬來這間新屋 是一間四房的房屋 其實對我來說也挺大轉變 因為我之前已經住了 我以前那裡住了很久 是近海灘的 五分鐘開車也不用 海灘 現在搬到Inland很遠 為什麼呢 空氣真的不同 如果穿LA的你就會明白我說什麼 我頭那兩個月都很不習慣 不斷打黑貼 鼻敏感 頭那兩個月 因為空氣很乾 還在想買個放濕機 但後來沒有買到 現在已經習慣了 我是八月搬來的 現在是四月 所以我都習慣了 然後 很大的轉變 因為我以前住那裡 都住了很久 很掛念那裡的空氣 空氣不乾 帶有水分 雖然美國周圍都要開車 但可能我熟悉的環境 我以前那裡住了十幾年 那個城市 我已經住了十幾年 現在搬入這個新城市 我要重新再 可能要找UPS店 即是購物店 又要重新去找 因為我商業那裡有幾貨 我挺UPS的 還有購物店 即是我是Trader Joe shopping 還有Costco 其實我現在就是購物在Costco 因為始終我都 有另一半 我就可以買多點東西 在Costco 因為之前 自己一個住 所以我未必可以買 可能Toylet paper Tissue那些 可以在Costco買 但食物那些 很快會壞 如果自己一個住 但現在就不同了 有另一半 可以一起吃 吃得完 不會過幾 我現在最主要買菜 都是Costco 那裡 而且也會去Trader Joe's 有些 可能有一點東西 未必可以買 這裡的環境大很多 比起我之前住那裡 這裡是四間房 我之前住兩間房 然後 我現在 剛才也說過 我現在在客房 我現在也在看 在哪裡拍片 那些 因為那些 其實那些傢俬那些 全部都是一樣的 我現在前面這張床 客房那張床 跟你們之前看的 House War 那條片 是一模一樣的 是沒有變的 都是IKEA那張 Day back 沒有變的 那些傢俬那些 但Layout 就不同了 我以前的梳化 也在 但真的不同了 所以我剛才也在想 可能在梳化裡拍片 好像以前那樣 但會對著廚房 所以 我要想一想 應該在哪裡拍片 這裡是有一個厚花園的 Prince 可以去草地那裡 摩一下尿 撒一下布 那些 而且也可以燒一下食物 那些 然後 唯獨是 可能要適應新的城市 所有東西都要再 找一下 因為其實我從八月搬到現在 其實我還沒 真的 我還沒真的熟到這裡 到現在 現在也想講一下我未來的計劃 我也想重視在 Luxury Fashion Rentals 的商業那裡 可能重視在Marketing 因為我 之前 現在也有管理商業 但是我沒有說去 為什麼呢 我是做minimumum 也有出帖子 也有 但是 可能也不夠 所以也想重視在我的商業那裡 還有 也想做運動 然後想做瑜伽 還有做瑜伽也有一個原因 一個大計劃 就是生小朋友 其實我一直都很渴望 有一個完美的家庭 有一個老公 然後有小朋友 那些 所以也想 因為始終 雖然我是很瘦 那些 覺得好像沒問題 身體 其實也 為什麼呢 如果要小朋友的話 其實也要一個健康的身體 不是看起來健康 因為我營養吸收是有些問題的 再加上 我要是 駝嬰兒的時候 我也需要很多 為什麼呢 我要做瑜伽 這些運動 可能可以幫助我 駝嬰兒小朋友 還有如果做運動 適量運動的話 其實也可以幫助我 懷孕的機會 會比較高 所以明來也想養好生子 想有小朋友 而且也想著 很久之前的一段影片 也說過可能 想過代母 但是我現在人大了 就覺得自己駝嬰兒會比較好 而且之前 我記得那段影片好像有說過 我想要三包胎 但是現在 我其中一份工作 之前 我說做過兩份工作 其中一份工作是Nanny 因為那時候我想知道 自己想不想要小朋友 如果我是Nanny的話 我就可以照顧小朋友 我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 那麼喜歡小朋友 而且那時候 我真的很絕望 對愛情 我在想其實我是不是 需要另一半呢 其實需要另一半 也是想生小朋友 其實我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小朋友 我當時走了去做Nanny 那時候我照顧三個小朋友 之前我不是說過我想生三包胎 或者龍鳳胎 後來現在的決定已經 做完這份Nanny工之後 完全改變了 我就是想生兩個小朋友 而且分別這樣生 不是雙包胎 而且不是三包胎 因為有一件事是 也發現一來我的生子比較小 其實也很難去 驟到兩個小朋友 而且我現在想自己驟的小朋友 而且 這件事是很多時候 可能是營養問題 如果是雙包胎的話 可能其中一個 可能缺乏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不要那麼安全 一來對我不安全 二來小朋友也未必那麼健康 也想問一下你們的意見 因為我現在真的買少了很多 名牌包包 但我也有去 我現在看我以前拍的影片 可能去旅行 我也有去旅行的 所以我可以繼續出一些 旅行的影片 但也遇到我的方向 也有一點不同 不像以前那樣 unboxing的影片 所以也想知道你們想看 哪一類型的影片 你們可以留言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想看哪一類型的影片 給我一些靈感 你們可以留言 而且如果你們還沒追蹤我 instagram的朋友 就快點追蹤 因為其實 我現在也開始 多出一些IG stories 多出一些post 然後我的動力回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真的 人家說七年之養 可能真的是真的 因為我看回我以前 我從2014年去拍幾個影片 之後 之前幾年都失去了 有興趣 又摘了一點點 但又沒有那個 怎樣說 繼續下去 但現在又 很強 這一次這個 很強 所以希望可以繼續下去 只知道你們想看什麼影片 而且我也要保持一個星期一條影片 然後 有什麼想看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有追蹤我instagram 我現在也只是用instagram 也沒有用其他 如果想追蹤我的行業 也可以追蹤 Luxury Fashion Rentals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